历高的什么样子的应对吗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经的委任律师胡元龙 没有多做回应快不离去 还有律师岳芳如也陆续抵达台北地院 晚间展开鸡鸭亭 沈庆经的王牌律师团要力拼交保 陪同沈庆经征讯岳芳如当年在特征组担任检察官 曾调查中性经控红火炒股案 2008年侦办陈水扁从中牟利涉滩 并按征办 这个案子我们如果办不出来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下一局功 当年爆出岳芳如跑到日本 找逃亡的中性经董事估重量 策动他回国咬出陈水扁涉滩 拥有超狂经历的 还有前主任检察官胡元龙 是导演纽承泽多年好友 在性侵案曾担任律师 根据行诉法的规定 晚上也是属于夜间 所以选择在早上8点半 精神比较好的情况下 来跟分局详细的说明 但一个月就解除委任 而他曾征办的顶星混油案 胖达人炒股案 有律师分析 这回审庆经委任两人 培训一天估计要20万起跳 整个侦查过程破百万 殷小薇虽然独自到北检 但他委任三位律师 其中一名是前特征组检察官庄政 过去红火案二审时 担任公诉检察官 后来转任律师 顾重量还特别聘请他 传注他以论见记筹价格高 光是这两天培训 至少50万起跳 一小微省庆经营想从 金华城案全身而退 不惜砸钱 请黄金律师团队 东森新闻终合报导